先將氣管、高壓管、噴槍、噴嘴全部結好 打開進氣閥門 打開...打開進氣閥 現在,機器裡面已經有壓力 有壓力之後,機器停止工作 現在就可以開箱工作 這邊是油分泌器 油杯和水杯 油杯裡面要保證油油 用完油之後要及時加滿 上面有箭頭的方向開鎖、解鎖 宣傳一下,一把就可以了 第二个活塞这个部位是要加油的 第三个调节压力大小 这个是调压旋钮,调节的是进气压 上面有加减耗,加耗是大,减耗是小 调的时候往上拔一下,顺势正大,力势正小 调好之后按下去锁定 正常的工作压力是四到六个压之间 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自己进行调节 这个2549后面有一根顶针 机器出现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 比如说机器活塞不会工作 然后压力表上没有压力 销声器在,这是销声器一直在跑气 这个时候只需要将这个顶针往上顶一下就可以 这个是幻象活塞的一个顶针 完之后要及时清洗 这一款机器主要是用来喷油漆的 喷油漆就需要用吸湿剂清洗 清洗的过程跟喷涂的过程完全是一样 但是一定要记住清洗完之后 要把机器里面剩余的吸湿剂打出来怎么办 将吸尿管从吸湿剂的头里面拿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将剩余的吸湿剂全部打出来就可以了